以下节目是由长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 我们将会探讨新的PSAT 那请到的嘉宾呢 我想湾区的观众朋友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长春藤指导创办人江云英教授 江教授您好 您好 观众们好 江教授我想请问一下 听说今年的10月份会推出新的PSAT 您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对 实际上这个PSAT已经推出来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10月了 那实际上再过几天 全国所有的高中就要 高中的特别是11年级学生 都要考这个PSAT 那么这个PSAT呢 这个第一次是采用这个新的形式 新的这个题目 是整个呢 以一个新的面貌而出现 对于这个考生呢 可能不一定会太熟悉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早两个月开了一个PSAT的班 就是给学生呢 专门为学生准备这个新的PSAT 新的PSAT呢跟老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呢 因为老的SAT要改为新的SAT 那么呢 PSAT必须跟新的SAT接轨 所以呢就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 那跟老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是的 这个有不少的呢 这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呢 这个新的PSAT呢 应该来说 跟这个高中学习的内容 更加接近了 那么更加接近 但是呢 它的要求是呢 更加需要这个阅读的能力 而从这个阅读的 这个段落中间 找出这个证据 以证据为基础的 来回答题目 所以对学生的阅读能力 和这个分析能力 和总结综合能力 我觉得比原来的PSAT 要更加要求的严格一些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它的这个词汇呢 不再单独专门考 但是呢 它一定会给这个段落中呢 会让你在这个上下文中 来判断这个词汇的意义 这是一种一个 一个侥幸的内容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它不再倒扣分了 那么计分的方式 也完全不同了 那您刚刚说的 那是不是新的PSAT 或者SAT呢 就说学生那个读书 要更加灵活 而不是使读书 是怎么样吗 应该可以是这样说的 对 就是说你更加要能够阅读 要找到这个阅读的真谛 并且呢 要把这个 要根据证据来回答 根据段落中间的证据来回答问题 那么这还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语法 语法呢 就是考得更细了 可以是这样说 包括标点符号啊 还有包括这个断句啊 转折啊 就是会有很多这个新的内容 那讲起这个新的PSAT和SAT了 那对学生来说 哪个年级的学生应该考哪一个呢 应该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新的很大的变化 这个就是说以前的PSAT呢 都是给11年级的学生考的 所以那个PSAT呢又叫国家奖学金的资格考试 但是呢因为这个大学董事会呢 希望能够让学生更早的开始准备 这个新的PSAT和SAT 所以呢他把这个PSAT呢 下放到中学就开始了 就初中已经开始 初中就开始了 初中呢他是八年级跟九八年级呢 是初中第一次可以参加考试 并且呢他并且一年提供了两次机会考试了 以前是每一年只有一次 并且只有十一年级 现在呢是八年级开始 那实际上也就是说呢 就每年都可以考吗 每年都可以考 并且呢他好处是没有 对你以后申请大学没有负面影响 因为很多家长以前不想考这个 老去考这个SAT好像留下了这个不好的record啊什么的 但是呢PSAT与申请大学呢 他是为了准备申请大学的SAT 但是呢又是大学所看不到的这个记录 而只在你中学里面有 中学和高中有 所以这个等于是模拟考试 等于是不断的进行大学考试的模拟考试 从八年级开始 九年级也有 十年级也有 那十一年级最后那次考试呢 又叫PSAT与又叫这个国家奖学金资格考试 那讲起这个国家奖学金资格考试啦 这个麻烦您可不可以为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呢 可以的 这国家奖学金资格考试呢 也就说是借用 就有很多单位啊 它会捐款给大学 为了教育资金呢 所以大学呢 其实收集了大量的这个donations 它希望一个统一的考试 来把这个donation呢发给学生作为优秀奖学金 那么在过去呢 是过去的总分呢 这个PSAT总分是240分的 那么你要拿到在加州是223分 你可以拿到这个奖学金得到这个资格 那么现在这个分数改变了啊 现在计划是它这个总分不是一个整数了啊 顺便说它是1520分 这很难记 有点难记 1520分 那么呢 它的这个要多少才能够拿到这个国家奖学金呢 应该要在1450分左右 就1520分是总分 1450分左右 那每年大概有多少学生拿到呢 每年能够拿到的学生 它这个拿到呢一方面是个荣誉 二方面也有一点这个奖学金 奖学金数目不高 2000啊2500啊 但它这个荣誉很重要 每年呢它会选出5万个学生 5万个学生来做 对来受加奖 受加奖呢 他们可能拿到 也不一定根据钱的多少 不一定分得到 但是最重要是呢 这个荣誉呢 是要通过一个 要达到一个finalist 就是达到最后得奖人 最后得奖人大概全国有 一万五千人左右 但是你想有多少高中生呢 有三百多万高中生 所以这比例也很低 对比例也很低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新的PSAT啦 就是说从八年级就要开始考 那如果他要得这个奖的话 是不是越早考 就是越有机会呢 他得这个奖呢 越早考都是为了 十一年级内的考试做准备 所以前面考的呢 只是练习性的 并不能得这个奖 所以这个考试呢 在最开始只叫PSAT 所谓PSAT就是pre-SAT 就是早于SAT的SAT 那么到了十一年级呢 他又叫PSAT 又叫国家奖学金资格考试 所以很复杂 那请问你们长春藤指导 有没有这种课程呢 帮学生呢 我们呢是在设立 马上要设立在这 就在这个月已经开始了 就十月份已经开始了 他不但是做PSAT 当然PSAT对于今年可能来不及了 因为我们夏天已经开过这样的课了 但是对于低年级的 就九年级十年级来得及 九年级十年级 还有明年的十一年级 那么有大量的课程 也有顺便的准备PSAT 也是在准备SAT 那这个江教授 麻烦您跟我们观众朋友 再讲一次你们的电话号码呢 我们希望呢 要考SAT和PSAT的这个学生 跟我们联系 我们是408-982-3425 非常感谢江教授 那如果学生们有兴趣呢 要知道更多关于新的SAT 和新的PSAT呢 就记得联络长春藤指导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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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